一个人的福气其实都是有限度的 昨天多了,今天就少了 今天多了,未来就少了 所谓三十年何动,三十年何夕 没有人的运势是一成不变的 有好有坏,有强有弱 本就是人世间的常态 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辈子福运昌龙 也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辈子如日中天 说句不好听的话,普通人不倒霉就不错了 怎能奢望福运昌龙呢 普通人为什么会倒霉呢 要么是遇到了巨大的劫难 要么就是提前透支了福气 一般来说,都是前者偏少 而后者偏多 明明可以安稳三十年,有人偏步 一天荡成六天来享受 那他还能有三十年的安稳吗 有可能没几年就倒霉透顶了 一个人倒霉的根源 是做了这些蠢事 透支了未来的福分 一,闲花未来钱是最大的短视 想起一个案例,在几年前 某互联网大厂有一个985的高材生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通过网络的发酵,人们才知道 这人连三十岁都没有 在北京还有几百万的房贷 老婆也刚刚怀孕 为了赚钱,他只能没日没夜的加班 他认为自己年轻,身体肯定扛得住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血肉之躯的身体还是扛不住没日没夜的操劳 所以他就没了 为什么此人会如此不幸呢 根源在于他先花未来的钱 将未来三十年的钱财全部透支了 这就等于未来三十年的压力 集中压到了他的减赏 人始终是脆弱的 透支未来三十年肯定是扛不住的 那他猝死,走得早 结局让人唏嘘就不可避免了 人总有幻觉 认为自己什么都能扛得住 还是那句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 凡事适可而止 少点透支才能活得长久 二,透支身体的精力是一种愚蠢 之前提到 那个年轻人就是因为没日没夜加班 导致自己猝死了 透支身体的精力 身体将迅速恶化 各种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更大 有人会说 在如今这个内卷严重的年代 不都需要透支身体加班内卷吗 不去透支身体拼命 不就只能被淘汰吗 内卷是一回事 但是不能够成为透支身体的借口 跟生死相比 内卷或者职场的竞争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职场的内卷太严重 那就停下来好好休息 或者找别的工作 宁愿工资低一点 也不要过分透支自己的身体 加个班了不起多个上千块 可这几百上千 跟动辄上半的医药费相比 不就是九牛一毛了吗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透支身体加班赚的钱 还不够给医药费的 这才是赤裸裸的人间现实 三 不给自己和别人留余地 是一种短事 常言道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今天你有钱 他贫穷 你没有仗势欺人 而选择放过他 等他未来有钱 你变得贫穷了 他也会还你这个人情 选择放过你 在古时候 不能讲做人留一线 应该斩草除根 干掉对方 而在现代社会 都是讲文明法则的 古时候那一套 在今天就行不通了 如此 给别人留一线 就显得特别重要 你做不到强大一辈子 他也不可能弱小一辈子 强弱更替是必然的 给别人留一线 等于给自己留出路 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了子孙后代想想 你这代人仗势欺人 有可能等你这代人老了 别人就会来复仇 欺负你的子女后代 做任何事 尽量不要做绝 一旦做绝 就跟别人不死不休了 所有的不死不休 除了冤冤相报 何时了 就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四 用完十分的聪明 后代就惨了 所谓十分聪明 用七分 还有三分留儿孙 倘若十分都用尽 儿孙后代不如人 一代人再怎么聪明 适当使用七分的聪明 就足够了 还有三分的聪明 不妨留给后人 让后人也能聪明点 不至于太平庸 司马家族前三代 都透支干净了 司马家族的气数 到了第四代人的司马中 就走向衰败了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一个家族的气数 终究是有限的 不透支还能延续长一点 透支了就只能提前灭亡了 周朝激姓家族八百年 最长久 而秦朝迎世家族 隋朝阳世家族 仅仅两代人就灭亡了 这就是所谓的气数兴衰 人就该有 但存方寸地 留于子孙庚的远见 自己这代人要发展 子孙后代也要发展 一代人辉煌 不是幸福 代代人都美满 才是人见真理 孙后代人家族的远远 是人家族的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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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族的远远 我和我闪下 你真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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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浆